然而朱宇文刚当上皇帝后不久 便急迫地开始执行他酝酿已久的萧藩计划 朝年驻守北方燕京的燕王朱棣 立即起兵造反 朱棣首先控制了藩帝北平 率精兵和朱宇文的朝廷大军激战 历经四年一路南下打入南京城 濒临城下之时朱宇文仓皇出逃 下落不明 朱棣不久登基成帝 彻底改变了朱元璋 金星布了半辈子的皇位起局 朱立继位之后 他对太祖时路进行修改 用史书来证明他的合法性 他当时做了很多事情 两次修传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 最后修传的一次明太祖时路 他那位朱镖 秦王 晋王和自己 也就是燕王朱棣 四个人都是马皇后的嫡子 因为是嫡子 他那位这个他的合法性是存在的 当年朱元璋在他的遗诏中 曾这样写道 朕因天命三十一年 幽微奇心 日秦不淡 这句话 精确地诠释出 他当皇帝是最真实的心态 作为明朝帝国的开创者 朱元璋一辈子 都在为打江山 守江山 担忧焦虑 而这种焦虑和不安 让他在对待儿子们的态度上 也由一个慈爱的父亲 变成了一个残酷的地方